星星四 哈囉各位觀眾朋友 大家好 歡迎收看黧光狗康帆的民族 基睦尼呢 你來到一段天天 一段的淫一的 來到這位存在 有這間傳統 彎講有這間傳統在 熟實的東東客家古道 和小的倒傳粉紅米的客家也有 聽從來看看 你好... 我今天要吃東西 冬夜的餐 你怎麼會可以跟陳塘 都要陳三弟弟啊 因為這邊是爸爸的老家 那我們喜歡就是回來這邊陪阿公 我們家的人也比較喜歡 就是山啊 水啊 比較喜歡大自然 你們從庭園造景 到整個餐廳的布置 都很有一貫的風格 很鄉村這樣子 不過Alice 因為今天其實我們有任務在 因為今天我們要教觀眾朋友 第一個客家單字就是 女兒 你會講嗎 女兒的客家話就是 那待會兒呢 你是不是可以帶我去上面找媽媽 對 好不好 如果很認真去看 你真的會發現從桌椅啊 吊飾 任何東西都真的是飽 而且現在已經都看不到了 對 現在的農業已經 真的是已經開始沒有了 而且也可以傳承給下一代 不然下一代真的不認識了 真的 現在我們要來教觀眾朋友 講一個很簡單的 你一定會教給你教好不好 對 好 就是媽媽的四線要怎麼講的 客家話 阿妹 沒錯 就是阿妹 那我們再來挑戰講 一整句的客家話 就是媽媽與女兒一起經營餐廳 就是阿妹 老母爺 Q哈 金飲 傳堂 阿妹 老母爺 Q哈 金飲 傳堂 沒錯 歡迎大家來這邊感受一下 鄉村生活囉 哈囉 各位朋友們 你們也會羨慕上 Alice還有她媽媽這樣子的生活嗎 其實呢 這就是一個決定 當你選擇了不同的生活模式的時候 就熱愛你的生命是最重要的 當然了 我們今天認識了許多新的詞對不對 一起複習一遍 來看第一個詞就是媽媽 阿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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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個呢 就是女兒 母爺 母爺 第三個我們來學一整句話喔 來看這句話就是 媽媽與女兒一起經營餐廳 阿妹老母爺 Q哈 金飲 傳堂 阿妹老母爺 Q哈 金飲 傳堂 你們都有學會了嗎 假日的時候 讓自己出去走走吧 下次見了 拜拜 拜拜